记不记得其实大概前两个礼拜 黄珊珊那个时候八月底要宣布参选嘛 有新闻就出来说很多国民党里长 其实非常想要去黄珊珊那边 帮她站台帮她挺她 可是那个时候就被国民党威胁说 你不能去哦你去我们就党纪处分哦 会不会是这些里长就干脆说 我就不要用国民党级我就无党级 那你也不能拿我怎样 不过我们的新闻里面有一些 国民党级的里长现身说法 来听一下他们是什么理由 表明跟国民党说自己不挂党籍参选 光是台北市就有70多位国民党里长 要抛弃党籍选连任 对比前一天这个画面实在好讽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着蒋万安和里长们 营造大团结气势 但是真的有效吗 时代在进步嘛 然后现在的人就是不想有那个政治的色彩 非常的鲜明 如果说非常的鲜明相对他会非常的讨厌 现在年轻人他不喜欢有这个政党在多争的方式 如果说你在最基层的话 还是以那个鲜明的方式在做事情的话 就好像是逗退路了 不希望自己选战跟政党政治扯上边 里长们纷纷拿下党籍参选 看在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眼里恐怕只有三条线 因为对手黄珊珊以巫党籍身份参选 如果蒋万安选情很好 我挂说我国民党跟蒋万安一起挂看板 不是就有票吗 为什么宁愿无党籍呢 问题问很好 秀卿来自独家的内幕 独家内幕 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要求国民党籍里长要全力支持蒋万安 第二 而且要开出一定的票数 如果你不做这个承诺 我就派其他人来选里长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今天选里长还给你一个KPI 如果你没有达到我的KPI 我就派一个人跟你竞争 你也别想上 你要承诺这quota 你要完成你的配额 如果你不答应 不做承诺 那我就找别人来选里长 这些里长全面反弹了 这才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这外面不知道 所以为什么你刚提到的 台北市有456个里 国民党有265位 有70位要挂五党籍 70位等于是265位的四分之一 我用一个比较 比较容易了解的形容 桌子如果断了一个脚 四个脚的桌子断了一个脚 这个桌子稳不稳 就是不稳嘛 原因就是蒋万安的 他的选举的气势 一直没有起来嘛 气势拉不起来 气势啦 孙子兵老说 求于事不择于人 死嘛 等一下你可以问世间 他是当事人 换句话说 这70位里长不挂 国民党马上冲击蒋万安的选情 真的 不得了啊 这条啊咖 过去国民党是刚性政党绑装 现在这些人不让你绑啊 我是觉得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还活在过去 大都会区 都是中间选民 都年轻选民 平常也不容易见面 对不对 那这里长是容易 是有连结的 是接地气的 结果你得罪这70个里民 你想选票会影响多少啊 第一点 第二点 刚刚你刚引述的新闻 的确啊 台湾的市民啊 大都会市民啊 已经对政党对立啊 对政党认同的色彩 已经大幅降低了 第二 黄珊珊这一次 她不是用任何政党哦 她是用五党籍啊 那五党籍 所以有些国民党人 你看她可能过去受惠于 这个台北市政府嘛 她还能勤债嘛 她当然要用五党籍啊 所以这跟黄珊珊 要用五党也有关系 第三 我要再强调 其实不止台北市 像桃园最明显嘛 桃园也是啊 北台都会 中间选民 年轻选民的政党认同度如此低 政党认同如此淡 那当然 她不一定要挂国民党啊 这其实会啊 再来就是有没有记得 朱立伦主席接受德国资金专访 上礼拜 对 她一句话 恼羞成怒嘛 说政大选言中心的国民党制度 百分之十四嘛 创历史之新低嘛 她还暴怒说 你不要跟我讲这假民调啊 我上礼拜不是说要绰绰有疑吗 恼羞成怒走人嘛 还说时间到了 这创新低 那些里长有没有勇敢 当然有勇敢啊 而且这一次台北市的撒卡都 我刚才成交志娟兄 你能确定谁会出现吗 他也说他不敢 不敢说谁决定会当选啊 所以因为心存不确定性 这些国民党籍的里长觉得 那我心存观望 我用五党籍 我可怕还有机会啊 我还有票啊 我爱当选啊 还有一点就是 你可以看出来 蒋岸岸跟这个黄山山 两个是在捉对厮杀了 而且他们的票源是重叠的 不管在前来是前来 所以让这些国民党里长 也心存观望 想说什么是要不要跳蝉嘛 最后有一个最重大的结构性因素 请问国民党在中央政府 国民党在台北市政府 并不是执政党啊 所以这些里长 为什么一定要挂国民党呢 所以这70个里长 也许你说70不多吗 是占国民党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话 其实他比例蛮高 四分之一 如果认同不支持你蒋岸岸 你蒋岸岸能达到 至少30%或40%的选票吗 我也打了一很大的疑问句 对其实因为 这个是国民党的状况 国民党自己有规定 但是民进党这一次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版图 是2018年的选举 其实2018年 现在国民党很喜欢 拿2018年的选情 来奉刺民进党 因为那个时候有柯文哲 那么民进党提名的是摇文志 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 很多人都笑说 你陈时中最后可能会摇文志化 但到底谁摇文志化还不知道 只是这个里长可能是一个指标 2018年当时确实 如果大家回去看那个新闻的话 有很多民进党籍的里长 那个时候跟国民党 现在状况一样 我就是想要去挺柯文哲 因为确实那个时候 柯文哲民调比较高 胜算也比较大 但是两边有什么状况 类似跟不同的地方 而且你看2018地方大选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回忆一下 那时候国民党其实是形势大 因为有一个韩国瑜效应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只要能够跟韩国瑜挂上边 我只要讲说我是国民党的 基本上就应该会 大家会觉得说 我拿到那些喜欢韩国瑜的人的票 所以在那一年里面 你会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 其实你看到民进党 当时的台北市党部有讲到说 95个登记参选的党籍参选人 其实是有58个现任民进党党籍 会以这个所谓的民进党 来登记参选年任 但是呢这95个里面有37个 会以无党籍来登记参选 占三分之一 那在那个状况之下 其实2018的那次选举里面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民进党那个时候 其实对于台北市长的人选 其实也经过很多的波折 那后来提名了这个姚文志 那在整个的那个状况里面呢 事实上呢 你看当时的党部主委叫陈正德 那因为那地方 其实都有一些反应 就是说我的人选 可能不是我真的能够 很大力去推卧什么样 那个其实对民进党来讲 台北市在当时被赤字为 叫做兼困选区 那所以呢这个陈正德 他就讲说 37个人在民进党兼困选区 他是为了要争取 更多的中心选民甚至 意思就是说我为中要赢 我要让这37个人也能够赢 所以呢党部也对这件事情 争一眼闭一眼 你虽然是民进党籍的人 但你可以不要用民进党的 这个党籍来登记参选 你用无党籍 所以呢他就说 他是为了要胜选 才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啊 确实那个时候 民进党中央也有在讨论说 这些挂五党籍的里长 是不是应该予以党籍处分